今天是2024年11月29日星期五 今天焦点继续有周天慧为大家分析时事 今天我们会和大家重温一下 过去几天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就他涉嫌勾结外国势力案出庭自变的重点 入正题之前我们先要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 港府早前向中央请求恢复深圳一千多行 和扩大一周一行的个人游签注政策试点范围城市 今天中央提早送上了圣诞礼物 经国务院批准 出入境管理局就决定在深圳实施赴香港旅游一千多行 深圳市户籍居民和居住证持有人都可以申请办理 一年之内可以不限次数地往返香港 每次在香港逗留的时间就不超过七天 立法会批发及零售界议员邵家辉就认为 中央恢复深圳来港一千多行 还要扩展去所有拿居住证的深圳居民 措施就涉及到一千八百万人 相信可以为香港的零售业界带来信心 旅游业议会预计 新措施在圣诞期间 深圳访港的旅客会增加超过一成 中央支持香港的措施陆续会有来的 我们要把握好机会 做好服务和旅游体验 重新省令旅游招牌 好了 讲回今天的正题 黎智英这件案件传承觑目 大家都很关注 究竟黎智英为什么由传媒老板 一路走上涉嫌勾结外力的被告之路呢 黎智英在1990年3月成立了一传媒 1995年6月创立了《苹果日报》 以哗众取宠、狗仔队、食情和血腥的赞舍手法 引起很多争议 随着《苹果》越来越政治化 对香港的破坏力越来越大 不只是高调支持游行示威 去到2014年占中之后 《苹果》更加是积极推动反政府 对抗中央的立场 终于随着黎智英身陷多宗的官司 包括勾结外国势力案而走上了末路 这宗案这个星期审讯的重点 就是黎智英交代自己和国际社会的关系 第一点就是黎智英不认之下还税刑 终于承认自己有叫美国高官制裁香港特区 以致中国官员 在11月27号即是自便的第五日 黎智英就提到 在2019年的7月 即是黑暴刚刚爆发的时候 他去过美国和时任国务卿 蓬佩奥单独见面 黎智英本来说当时没有提及制裁 但是辩方就引述《苹果日报》的报道 说黎智英在民主党前主席何俊仁的 网上节目《细说中南海》里面 讲过访美的时候曾经提出制裁 参与打压反修例游行的特区和中国领袖 黎智英跟手就改口了 回应说相信报道的内容 说如果苹果有这样报道 他就是有提过制裁 不会质疑报道的准确性 有趣的就是 黎智英之前说访美期间 获安排和美国时任副总统彭斯见面 但就不敢要求美国副总统做任何事 他在今次就认了有叫蓬佩奥制裁我们的官员 但是《华尔街日报》在11月25日 就发表署名文章 作者麦伟林就着黎智英的作工 向彭斯和蓬佩奥等人查证 彭斯就大赞特赞黎智英是英雄 说当时他们在白宫会面的时候 黎智英怎样讲述为民主奋斗的立场 和希望华府继续为港人发声 但就强调黎智英没有要求过华府 制裁中国或者香港特区 麦伟林就在11月26日 在社交平台再补充蓬佩奥的回复 曾经做过CIA局长 以讲大话骗人为荣的蓬佩奥就说 他说会面期间黎智英没有游说 建议以至提及过美国对中共或者中国实施制裁 唯一提出的就是要求就是希望华府 听他对香港形势的观察 和为香港人受到打压发声 蓬佩奥撲出来帮黎智英说好说话 顺手就干预香港的司法独立 但似乎就跟黎智英的自变完全相反 市民大众就要记住 每一只字每一句判断就交给法庭负责 而在11月28日黎智英的第六日自变 据统计黎智英九次否认自己和国际线有关联 声称自己只是和国际社会人士接触 和其他出国游说的国际线是有分别的 黎智英就不认自己指示过其他人去打国际线 但就同意自己希望和案被告陈梓华 和揽炒巴刘祖迪可以做前线示威者的领袖 但看回证据黎智英在案发期间 不时会介绍陈梓华去结析 外国和台湾的政治人物会面 例如黎智英承认向陈梓华介绍反华组织 香港监察创办人罗杰斯 和英国上议院的奥尔顿分着 而在2020年的1月 黎智英都带过陈梓华、刘祖迪、李永达夫妇、 何俊仁夫妇去台湾 和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会面 黎智英也承认这次会面 解释只是等陈梓华认识会帮助香港的人 认为会对陈梓华有利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 就是有些名字老是常出现 包括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明 和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 上星期黎智英就提到 李柱明介绍他认识 美国老牌政客佩洛西 即是大赞黑暴期间的示威 是民主美丽风景善果位 另外黎智英也说是透过陈方安生 或者是罗杰斯去联络末代港督彭定康 以免被彭定康拒绝时候感到尴尬 听到这一道唐唐传媒大亨 似乎在末代港督的余威之前 变了一只小鸣鸣 陈子华的供词说过 他经理署名邀请一下 认识黎智英的 时间是2019年的7月 黎智英就说不是 辩方就根据黎智英信用卡 和助手Mark Simon的信息记录 说黎智英和陈子华 是在2019年的10月18号 才是第一次见面 地点就是何俊仁的弟弟 开的日本餐厅满屋 但他也承认是透过李柱铭介绍 才认识陈子华 即是又是李柱铭 黎智英提到 李柱铭约了陈子华 是希望黎智英和前线年轻人交流 希望可以平息暴力情况 而黎智英又解释 之前不认识陈子华 是因为只是知道他叫做威灵 不知道他的中文名 特别之处就是 黎智英同意陈子华所说 当入会面的时候 是没收手机的 黎智英就说 因为李柱铭分人谨慎 是居于安全的理由这样做 担心被人窃听 就算他在其他会面场合 都会有同样的要求 李柱铭因什么解救 这么多年都这么谨慎呢 忽然之间就想起了 2003年的时候 李柱铭被记者追问 他当众大大声这样说 你说我做汉奸 我天天做汉奸 有需要的时候做汉奸 是不是做汉奸的人 是要特别小心谨慎的呢 真的不知道了 我们会继续为大家追踪这宗案件 定时会集合案件的重点 用一集和大家分享的 记得继续留意我们的节目 好了 今集的今天焦点来到这里 祝大家有一个Happy Weekend 下个礼拜一再见 拜拜 拜拜